各位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 今天是4月20日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 今天的圣经既来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七节 大刘是做皇帝的第二年11月 就是西霸特月24日 上主用意向给我信息 在晚间我看见上主的天使骑着一匹红马 停在古中的番石榴树林里 它后面有红色、斑纹和白色的马 我问那对我说话的天使 先生,那些马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会告诉你那是什么意思 那停在番石榴树林中的天使说 他们是上主派遣到地上来巡查的 他们向上主的天使报告 我们走遍了全世界 发现整个世界都安宁无事 上主的天使就说 上主,万军的统帅啊 你向耶路撒冷和犹大各成发怒已经七十年 你还要多久才会怜悯他们呢? 上主用仁慈安慰的话回答那对我说话的天使 天使要我把上主万军的统帅所说的话宣告出来 他说,我深深地爱惜耶路撒冷,我的圣城 我却对那些想安逸的国家发怒 做自己的城 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通过今天的圣经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一段撒加利亚书所记载的圣经 实在让我们着实得着安慰 也看见上主疼爱这块土地 他疼爱以色列民 即使以色列民不断地悖逆,犯罪,远离上帝 即使过了七十年之久 但是上主对这一个族群,这一个国家,这些人民 他从来没有放弃 他依旧爱着他们 很多时候,看到以色列民的处境 也会让人想起台湾的处境 从过去到现在,已经时代不再一样 面对疫情肆虐的台湾 在过去两年多以来 很多人看待疫情,也眼光不再一样 过去,疫情来,我们就躲 我们就散 我们就暂停聚会 我们就停止外出 但现在,我们要学习用新的眼光 与病毒共存 戴紧口罩 勤洗手 每一天,做好消毒工作和防疫工作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始终保持健康 也许我们可能遭受染疫 被匡列,受隔离 在这段时间,有许多的人 面对这样的处境 心中非常的悲伤,难过 但盼望上主深深爱你的这样应许 让你能够得着安慰 扶持,鼓励的力量 这是上主话语的大能 在这一段被匡列,受隔离 等待筛检结果的过程 让我们静下来 静静地思想我们自己与主的关系 感谢上帝 让我们都在台湾这块土地 一起生活,一起打拼 让我们真的看见上主丰盛 慈爱的应许 如同他爱以色列民一样 如同他爱耶路撒冷城一样 他疼惜所有的子民 即使在受苦的中间 他的爱与盼望 从来不离不弃 让我们把握机会 寻求上帝 寻求他的光照 寻求他的带领 让我们真实在他的同在当中 看见上主丰盛慈爱的应许 要领到我们所居住的国家 台湾这块土地 盼望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 领受上帝的爱 也看见上主丰盛 奇妙的计划 正引领着我们 继续看见上主在前面 引领着我们前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 主谢谢你的丰盛应许 让我们看到你对 耶路撒冷城和犹太子民的 疼惜和关爱 即使已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你对他们的爱与期待 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们 主我们也将这样的应许盼望 放在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为我们所居住的台湾来祷告 也许我们现在正面对疫情纷乱 使我们的心受搅扰 生活的步调被打乱 但是主 你帮助我们知道 在此时我们应该 更加紧紧的跟随你 帮助我们不要迷失方向 帮助我们仰望你的带领 求主你将这样的应许和信心 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让我们继续为主奔跑前程 帮我们继续为主向世人见证 主你是不离不弃的上帝 因你深深的疼惜 台湾以及每一个在这世界上的弟兄姐妹 盼望你丰盛慈爱的应许 就成就在我们的中间 也应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将同心在你面前祈祷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上帝祝福你 以满内力